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提到说我们上一次 总统大选的时候有添购一些纸箱 因为那一次的投开票所比较多 那次是总共是有2008个 那我们原来过去呢 大概我们投开票所都是在1800多个 所以当时投开票所这个纸箱不够 这个投票贵不够 所以必须要去订购 那当时就是临时性的就是纸箱 可是这一次呢 因为我们的投开票所呢 又从2008个呢 降回来这个1823个 所以我们原来呢 就已经有足够的这个压克力的这个箱子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这个投票箱呢 就是用原来的这个这个压克力的箱子 所以没有这个纸箱 所以大家的淫欲呢 事实上可以这个排除 感谢观看